记者赖小彤新北报道 台电深奥燃煤电厂案 你在渔邦保育区内新增提防 引发环保争议 台电强调 事前曾与当地渔民沟通 新北市政府对于调整保育区范围 基本上没什么意见 对于台电的说法 新北市长朱立伦今天澄清与事实不符 稍晚市府将召开记者会对外说明 朱立伦今天在市政会议指出 新北市府绝不反对设置电厂 但是反对设置被全世界公认污染严重的燃煤电厂 大台北地区无法再承受空气污染 深奥电厂设置是全民关心的议题 全民需要的真相是什么 包括污染情况 防波体保育等 每一项市政都应该以确切的数据说明 针对新增提防争议 朱立伦表示 相关会议中市府都提出科学数据表达反对立场 台电说市府没有表示任何意见 与事实不符 他要求市府各单位把证据提供社会大众作为后续检讨的重要依据 对于台电的说法他感到遗憾 是否认为台电在推卸责任 朱立伦为对此回应 请强调是否只是就已掌握的数据表达立场 并真实地告诉民众 如果民众知道的不是正确的数据 相信民众对于设置电厂会没有信心 但是对于设置称的颜辛